走過疫情衝擊的屏東海生館 今年更新館設 新增許多多元化展示內容 像是極境悶游66.5度 沉浸式診室 轟運飛行日志 夜巡海生館 雲女同行等 然而迎接2023年 海生館更將推出深海沉浸互動體驗 帶領遊客潛入深海裡 今年初我們重新改造極地水域 推出了極境漫游66.5度 讓民眾可以一秒踏入極圈 感受置身於南北極的感動 除此之外 今年暑假我們也跟太陽池結合 推出了一個環繞180度的投影 轟運飛行日志 讓民眾可以跟著海中的飛行者 轟運一起同遊 認識不同的海洋生態 邁入2023年 我們也即將推出了全新的活動 包含了我們會揭開深海的神秘面紗 我們會讓民眾去認識深海水域 我們透過了沉浸互動的體驗 帶領民眾去認識深海之美 除了帶來全新沉浸互動體驗 冬季限定活動 以及超受歡迎的迷你解說員體驗活動 也升級為迷你解說員親子營 歡迎有興趣的鄉親永約報名 還有機會獲得雷明款商品 這些各式各樣的體驗活動 都持續即將陸續進行中 除此之外 在面對的新年假期 跨年假期即將展開 我們現場的冬季活動 那些企業的愛情故事也正熱烈進行中 活動即將到2023年的1月2號為止 也歡迎大家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趁著新年假期到海生館 去透過不同的方式認識海洋生態 除了各式各樣的限定活動及行程 將帶給大眾寓教於樂的趣味體驗 迎接新年及連續假期 屏東海生館歡迎來自全台各地遊客 踏躍來探訪 到墾丁迎接新年第一道曙光後 不忘來一趟生態之旅 沉浸在海洋世界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